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Peter 久违的邮寄内容来了 首先说一下这一次邮寄为什么会成型 是因为我突然约上了以前 不提前两个月都没办法约到的 马自达博物馆的建学 而且那个时候 手里的最强本田MPV 混动的Steep Wagon 刚刚买来不久 一直想尝试一个人开一台MPV 到处旅游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的行程 我没有订任何酒店 一路上就用国道驿站和日规温泉 来解决洗澡和睡觉的问题 不订酒店的好处 是行程可以很灵活的做修改 那么就赶紧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开始这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吧 做长视频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 动手帮UP三连并转发一下不慎感激 本期充电感谢名单 谢谢各位一路陪伴我创作的朋友们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在出了关东以后 将不再使用高速公路 相比景色一成不变的高速公路 在日本的国道自驾游 一路上可以最直接的感受各地的文化风情 很多有特色的小店和景点 只有走国道可以看到 这样的体验令人憧憬 全程如果走高速的话 看似走过大江南北 其实错过千山万水 我是工作日的五点出门的 所以一路上不怎么堵 先在德川家康的出身地 港七SAT停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港七的SA 因为距离汽车之都 明古屋十分近的关系 在高速服务区里 都设有钢破烂和车模的贩售区域 虽然也未必一定要在这里买 不过像这样 在到处都可以修到的汽车文化 作为一个车迷来说 还是十分享受的 在服务区一边吃午饭 一边处理和工作 然后继续赶路 现在我们经过了当年 德川家康和石田三城大军 对阵的关支园 那距离琵琶湖已经是近在咫尺 大约在13年左右 我抵达了琵琶湖东面的区域 琶琶湖位于滋鹤县 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 面积有669平方公里 大阪和京都的用水 都来自于琶琶湖 那虽然和我国 2250平方公里的泰湖比起来 那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但实际像这样 在湖边游车河 感觉十分惬意 因为下午还有个会议 赶紧找一个国道驿站下车 把砖先绊掉 车里搬了缓砖 那我现在喉咙不太好 这里就是琶琶湖 那跟泰湖其实感觉挺像的 我们一会儿绕着湖走一圈 可以绕到京都那个方向去 看着已经结果的麦穗 我在地图上看到 有一个地方 在琶琶湖北面 是一个半岛 叫高跃亭片山 据说风景还不错 过去看一看 在东京 每天被钢筋混凝土包围 我会有机会像这样 看看开阔的景色 让景棍的神经放松一下 那也不需此心了 下午到点 还有个会议需要主持 正好让我们来试一下在湖边工作是什么体验 开完会 刚刚其实突然来了一片云 下了场暴雨 还好开的是step wagon 赶紧东西往车里一扔 进去避雨 如果这个时候开的是ND 那估计现场就会十分狼狈的 因为天气炎热 下完雨放清以后 地面上的水蒸发造成的烟雾缭绕 还算是一个十分稀奇的景象 这次的行程 一共六天时间 从东京出发 走高速经过明古屋 在琵琶湖下高速 然后让琵琶湖走一圈 前往我个人十分向往的鸟曲线看沙丘 之后前往四国最边上的日本顶级神社 出雲大社 之后在一月的时间 抵达位于广岛的马自大博物馆 顺便参观一下河报遗址 然后返程将经过世界遗产 日本十城之首的基路程 再经过大阪 和几个Rodost车友面积 造访那里的JDM主题店 Mist Hero 然后再去下奈良 看看小路 最后直接走高速返回东京 那么为什么到明古屋为止 我们走高速呢 主要是因为 这几年从东京到明古屋的地面 我走了太多次了 毕竟这一次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把地面行走的时间 放到我个人不太去的关系部分 我觉得更加令人兴奋 介绍完行程 结束了琵琶湖的观光 明天一早要去鸟曲 所以我们开始往西面赶路 顺便找地方吃饭洗澡 找到一个小超市 买了点早饭 然后在超市里蹭点冰 我来保冷 然后泡一个温泉 泡完温泉以后 宇宙惯例来一盆冰牛奶 洗完澡 今天是第一天 太累了 早上5点出路了 现在已经10点了快 赶紧找个地方睡一觉 最后找到个驿站 直接停车把后排放倒 今天一天超复合运作 把电子设备冲上电以后 赶紧睡觉保密 第二天早上 在驿站里洗漱一下 吃完早饭 前往触发鸟曲 我个人对于鸟曲的情节 来自于蜂蜜四野草中 野沟和山田的桥段 最后两个人 在鸟曲的沙丘时的场景 让我一直对这个地方 有一种特殊的向往 当然除了这个 鸟曲最为世人所知的 那还得是 明镇探客男的作者 青山钢昌先生 他就是鸟曲线出身 所以从鸟曲去想出来 到处都是客男主体 停车场有台A110 哇这个颜色真好看 它这款是探顶的 离开了鸟曲 沙丘停车场 看着海搬了一会砖以后 下一站我们的目的地 是日本的顶级神社 初云大赦 在日本10月份的别称 是神无月 指的就是在这个月份 日本各地的神灵 都会集合在初云大赦 所以10月份在初云 被称为神在月 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当然了 今天的天气也是足够宏伟 在下下天行的雨中 我们抵达了初云大赦的停车场 毕竟是第一神社 这个气势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敲了几个玉珠印以后 那因为明天是去马自达博物馆的日子 赶紧找个地方抛个温泉 然后在17家大饭店 享用下晚餐 等待人生第一次的潮生 早上好 现在在广岛 那早上没有录视频 是因为起来的时候发觉 我就是临时睡着的停车场 到广岛堵车 所以我就马上出发了嘛 现在差不多能按时 到这个马自达的总社 到底是广岛堵得不行 但其实 这边虽然是马自达的大本营 但是路上 几乎看不到什么马自达 也是挺惨的一件事情 好 一会儿我们到了那边再说 好 我们现在到停车场了 看到有很多人已经陆续在门口等好 因为是在马自达总社门口集合 小孩子 这里就是马自达总社的大楼 其实也没有怎么高 也就大概七八层样子 这个是绿色生物汽油啊 生物燃料的车子 首先需要迁到 马自达博物馆他们每天只接待上午和下午两批人 一天加起来就八十人次 而且经常休息 所以马自达博物馆的难约程度 可以和日常历史馆媲美 请请请请请看 日本课和英语 日本课 对 这就是这里 这是最新的马 然后 这台是六速手动马 马自达可贵这台小车 上六速手动真的是很厉害 你看 哇这个手动挡它挡把度很长 然后行程相对还是比较短的 然后内饰 分毛皮这个跟恩迪是一样的 好 虽然这个车就是一台廉价小车 但是马自达也尽力让它做的特别运动了 这是二十周年的马六 这个颜色也是限定的 从它的头枕上能够看出来 二十周年的这个 四九 内饰还是以帆毛皮为主 高级感营造的很不错 皮的然后这个是帆毛 不过我现在开惯了这个MPV 觉得轿车也就那样吧 相对还是MPV跟实用 恩迪肯定是全场看的人最多的车 那我车主就不去凑热闹 这是他们这些周边 这个是马自达和一个叫司机大开的牌子 联名做的一个皮包 这个包的话应该要六千多块钱一个 质量特别好但是一直舍不得买 然后这是马自达原厂跟那个景堂出的典型 上面有客有马自达这个车子的图案 然后车膜啦 各种奖杯 车型的货奖 人员到期以后就是坐巴士进去 其实马自达博物馆它是在马自达工厂的建筑群里 那厂区部分是不能拍照的 我们的拍摄就从博物馆门口开始 这边是一个咖啡馆 然后就是卖周边的 这车子的话跟就是本车的办公室的一楼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先往二楼去 博物馆一共有两层 一层刚刚也看到了 是休息区和周边的贩卖 以及几台展车为主 我们的参观之旅从第二层开始 来到展览区域的起点处 可以看到展览区域分为10个chapter 分别代表了马自达的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好 让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时光穿梭 在走过一条隧道之后 首先是马自达起家的时期 当时的马自达因为没有汽车的生产牌照 所以马自达的第一台三轮卡车DA型 是和三菱共同生产的 可以看到邮箱上有一个硕大的三菱标 当然了那时的马自达叫东洋工业 这个圆形的logo就是公字的变形 最早除了红酒软木塞之外 马自达还尝试过像机床 以及冲击转奖的产品 之后就进入四轮车的部分 整个展台占C位的 自然还得是马自达cosmos sports 实际上在造了10年三本子以后 马自达就开始尝试四轮车的制造 第一台作品就是眼前这一台R360 这台产自1960年的V2引擎的小家伙 现在在一些日本的老车聚会里 偶尔也能见到活的 这台黄色的则是R360的升级版Caro 我过去拍过这台车给低拍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现在Caro还在生产 但实际上已经是零木奥托的换批产品 蓝色这台是马三和马自达323的祖先 马自达Familia 然后这一台香槟色的 是马自达早期的高级轿车Luce 再来看眼前这一台 在奥特曼中出现过的作家 马自达名副其实的台著 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马自达 这个品牌调性的作品 马自达cosmos sports 从1967年开始燃起的转子的火焰 时至今日 这种DNA依旧在马自达的品牌中延续着 马自达MPV的始祖 Bongo 大家看到这台车 最多的应该是投文字D中 D计划的工作车那一代 然后就是RX3、RX7以及FC 这台车相信玩车人们有不认识的 马自达的可爱担当 初代Rodest NA 在这里向导还特意安排了孩子们 来体验NA的手动开灯 打开机盖后 继续有一个翻灯的检修旋钮 在熄火时也可以来展示翻灯的灯组 说实话很羡慕孩子们 在这么小就可以有这样愉快 并且有意义的体验 再来看一下热盲传奇 马自达787B 四转子神车声浪堪比F1 看过我去年马自达2023 翻Face他的朋友一定知道 现在眼前展厅里这台是复刻品 真车一直全年在到处参加各种活动 从细节上来说 复刻车没有像真车那种经历过震动的痕迹 更没有F1A的车体标志 看起来少了一份时间的刻印 尽管如此 这台车代表的是汽车运动的长河中 无法磨灭的佳话 而眼前这台更是小有来头 虽然外壳就是一台普通的Familia 但是却是原厂就搭载了10A转子发动机的 Rotary Coupe版本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 这甚至可以说是马自达的MPOWER 在SPAR24小时之耐力赛中 它的最好成绩是组别第五 来到后半部分 就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车型 比如像RX7、RX8以及初代马六 这台是十分理财的30周年版本的ND 限量3000台 这台还是0号车 马自达果然把最值钱的留给自己 随后我们来到马自达的制造工艺 这里展示的是ND的前一字版冲压用的模具 据说模具的原型是由广岛工厂的老师傅 手工做最后的打磨 以此来保证出来的板材 符合混动设计的线条 这一幅是马自达广岛工厂的鸟刊图 那马自达也是日本唯一一个 靠马头而建的汽车工厂 这样的好处是车子造好以后 直接上船就可以出海 节约了运输的成本 这里开始是生长车间 所以是不能拍摄的 很可惜但是 展厅的最后是对未来的展望 这里有奠定了马自达混动设计基础的 RXVision和Vision Coupe 以及和吉地赛车联名出的 LM55Vision Grand Trusmo 以及混动设计的衍生产品 像是公路跑车和沙发等等 马自达对于未来的展望 让我有着无限的狭想 由于篇幅关系 这次的介绍也只能说是走马观花 诚心建议各位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去亲眼看一下 保证你不虚此行 回到休息区 看看马自达的周边 准备做一下钱包的思想工作 结果发现钱包没有带 馆长说下午可以再接我进来一次 所以我们先找个地方去吃个午饭 哇 这个医院的老板是不是一个汽车爱好者 这个都是什么车 克莱斯了 还有这个英文字M45 它有几台这种 这个医院好像已经关掉了 但是 哈哈 有点意思 马自达大叔告诉我 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感觉 Bunny 好多的 给予设设设设计 这部给予设设设设计 结束了作为马自达车主的快乐一天 这个品牌虽然销量不在一线 却创造了许多令人喜爱的车型 探访马自达博物馆 仿佛时光倒流 过去的每一台经典车型 像一本本老书一样 诉说着他们背后的故事 在汽车逐渐迈向电动化的今天 马自达的精神在这里得以传承 成为我们向下一代传递的财富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让我深深着迷 也正是马自达这种朴实不张扬的风格 让我深陷其中 既然来了广岛 我们顺便去参加一下河豹纪念馆 这几年地球上各种不太平 在马自达博物馆里 向导大叔说了一句让我十分感慨的话 他问几个小孩 MX45这样的车型代表了什么 答案是 如果大家都在开这样的车 那说明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这可能是对玩车人来说 和平这个词的最好的诠释吧 结束了第三天行程 在这里我们就折返 踏上回东京的路途 在下片中 我们将造访大阪的网红JDM车房 Mr.Hero 各位记得关注我 以便在第一时间 可以看到最新的视频 那么本期内容我们就到这里 在这个频道 我会定期分享有关JDM 汽车 以及日本人文的有关内容 觉得我的内容好 还请三连关注 并把本条视频分享给你喜欢车的朋友们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